由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和花莲县政府共同携手办理的农好生活节 4号是在花莲向日广场观光渔市登场 除了现场的30摊农好市集之外 还有农村微电影、摄影竞赛展、音乐会等内容 期盼以多元的方式来展现花莲县独特的农村生活魅力 有小瑞士之称的花莲赤柯山 代表花莲参加农委会第二届金牌农村竞赛 获得银牌奖殊荣 另外像是光复乡马太安社区、瑞穗复兴社区 多年来经由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和花莲县府指导 从传统社区变身为明星社区 为了进一步让民众认识花莲所有农在社区的美好 4日在上日广场观光渔市举办第一届花莲农好生活节 前几年因为山区电感地下化的工程之后 观光客倍增 然后有一个夏天黑泳路25万的游客上站 这个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现在的驻美代表萧北琴 在担任立委时期的部署 然后赤柯山走到今天包括了我们现在的前任走干事和之一 还有前任的理事长陈其红等等 都是农村在生的重要的努力跟推手 中央跟地方一起携手打造 才有了赤柯山今天美丽的风景 那这个发表呢各位如果有空可以到各个摊位可以去走一走 包含我们后面有个展区 来看看我们在这一年各社区本身的特色 那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一直很努力希望可以从北到南 把每一个社区的故事 它的特色包含手作开始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在农好基地每个六日都有课程跟活动 来跟民众来互动 那除此在明年我们会把这相关社区的介绍跟活动 透过网络把它整整理跟呈现出来 那这一次的整个成果也做了五条农油的路线 另外一部分也做了一个手册 教导各社区在地方要推展或设计农油怎么做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这样的努力 让社区自己慢慢的可以有自己的推展的方法 或者是可以设计一些相关的消费或商品的设计的 这样的一些服务的方式 以农好、know how为活动主题 现场并颁发2021花莲农村好生活摄影比赛 以花莲环境和人物为主题的得奖者 现场邀请三思滩农好市集 搭配摄影竞赛展、农村为电影、音乐表演、各式DIY手作等 此判以多元形式展现花莲独特的农村生活 为令民众认识花莲农村的魅力 接着长半夜花莲师报导